适量的糯米粉 加提前煮好的红小豆 加入适量的白糖 加凉水搅成面絮 花生软用适中的面团 面团和好后放一边备用 取几张馄饨皮 用擀面杖稍微擀薄一点 再取一张馄饨皮 再一头磨上清水 再丢一小块的糯米团 揉成长条 放在馄饨皮上 从一头卷起 再按压紧实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卷好后起锅热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饼皮 全程中小火慢炸 空间要不停的翻面 把瘦的均匀 炸至金黄 捞出控油 用馄饨皮做的糯米卷 外酥里糯 加了红豆 共姜的香甜可口 全体感谢